哈喽大家好,我是Bernice阿笨 欢迎来到我的塔罗现场占卜系列了 那么这一次的大众塔罗占卜呢 题目就是如何增添你的魅力呢 其实所谓的增添魅力不一定只是外表上的改造 可以是你的一些态度生活方式 或者是言行或者是你的见识等等的 为什么我们要去增添自己的魅力呢 其实不外乎每个人的内心都会希望是被别人接纳的 是被别人看在眼里的 跟别人相处的时候呢是感觉到是被爱的 OK,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渴望 所以我们在生活之中有一些什么跟别人相处的盲点吗 或者是我们犯了一些所谓的错误而不自知呢 所以呢我们就做这个塔罗系列的占卜 如何增添你的魅力 好让你在人际关系之中呢更加的顺遂 更加的受欢迎呢 我们看一看牌面上 来这里有四组牌 这是A牌 B牌 C牌 跟D牌 你只要选 你只要看他的第一张 静下心来挑选哪一组牌 他们的第一张对你来说是最有共鸣的 感觉最强烈的呢 那你就选他吧 选好了吗 选好我们就开始咯 好 好了,选中这一组牌的朋友是选项A的朋友 首先第一张是圣杯2 第二张是圣杯7 而第三张是圣杯1 其实这一组牌的朋友 你本身的魅力就是很容易游走在各个人际关系之中 比如说有好几个社交圈,不同的朋友类型 但是你在他们之间都可以游刃有余的去应对他们 也就是说你本身已经是一个蛮有魅力的人了啦 恭喜恭喜你啊 你是还没有发现呢 还是你不确定呢 还是你希望更加加强这一方面人际关系 桃花运,人缘,贵人运等等之类的呢 其实因为从牌面上可以看得出 如果你还没发现的话 从牌面上可以看得出 你很懂得去观察别人一些细微的表情 或者是他们的一些动作背后的动机 你马上就能够察觉到 即使对方只是你刚刚认识的不久的朋友 也就是说你很懂得去探究别人内心想要什么 然后你也可以及时的去满足对方 这种举动呢让对方可以感受到你其实是一个很温暖的人 很贴心很善解人意的人 也就是因为你这样的特质 而导致你的人际关系 你的人缘通常都是很好的哟 如果你想要加强你本身的魅力的话呢 就请好好发挥这方面的天赋啦 就是懂得察言观色 懂得及时的体贴他人 因为这些呢都能够给你带来很好的一些人脉上的帮助 比如说你之后有些什么需要他人伸出援手的地方 大家都很喜欢意不容辞的呢去帮助你 因为你本身呢就是很受欢迎嘛 再来很可能你之后想要从事什么样的事业 什么样的行业 至少可以从这一群人脉之中呢 获得一些帮助 一些比如说意见上的点醒啊 或者是人脉啊 帮你去牵线啊等等的 总之人际方面 人员方面你就好好的去发挥 将来必定有所回报哦 而如果你本身是还没有脱单 又想要脱单的人呢 也通常可以靠朋友的介绍 或者是跟朋友 或者是多出席跟朋友之间的这些聚会呢 会认识到不错的对象的 加油 祝你顺利 好了 选中这一组牌的朋友呢 是选项B的朋友哈 首先第一张是愚者 第二张呢 是权杖2 而第三张呢 是月亮的逆位哈 那么其实这一组牌的朋友呢 你本身是一个很有想法 而且经常怀抱着梦想 以及对外面的世界呢 蠢蠢欲动的人哦 在别人的眼中呢 你的心态是很年轻的 你总是充满活力 总是充满着热血 即使有的人可能说 哎呀 你年纪不小啦 你要脚踏实低一点 什么什么之类的哈 对你来说 管他的什么的 这是我的人生 我就是想要活成我想要的样子 其实你在这一部分呢 你是蛮有魅力的 是有一种吸引别人眼光 以及吸引别人欣赏你 这一份正面积极的心态的 那么如果你想要再增添一下你自己本身的魅力的话呢 说不定你可以尝试将你的梦想 你的理想 你的目标 多与现实扣上环 OK 怎么说呢 就是说 哎 你这个目标 它可以实现吗 它可以怎样去实现 它可以实现到多少的程度 然后 尽量将这个目标 这个梦想具体化出来 可能是视觉化 或者是写在一张纸上面 然后呢 可以开始去做计划 而且做计划的时候呢 你也可以跟你身旁的人去讨论啊 哎 你觉得我这个计划怎么样 哦 可能去听听别人的意见 或者是对那个领域是有了解的人 你可以向他们去请教 当你将这个目标具体化之后 还有计划化之后呢 你会发现 哎 说不定现实跟你理想中的呢 会有一些些差距 而这些差距之间呢 其实并不是坏事 我们要做的呢 是懂得如何在两者之间做一个平衡 做到了平衡之后呢 就可以调整这两者之间的差距了 那么再来还有另外一点呢 可以帮助你增加魅力的话呢 就是 其实你的内心啊 尽管你表现出来呢 是很积极正面很乐观的一个人 但是你内心还是有隐隐的一些不安全感哦 其实人家可能会觉得 哎 你这个人怎么不切实际呀 其实不用别人提醒 你本身就知道 做人还是要吃饭的 还是要缴房租 还是要缴账单的 你也会有这方面的思虑 所以就像我刚刚说的 做计划 现实化 具体化 可以帮助消除你这一方面的不安全感 当你这个人是有理想的 是 是有热情的 在搭配上 哎 你要脚踏实地的一面 你有确确实实去付出行动的这一面 这两者一结合起来的话呢 他人眼中的你 就是魅力十足的一个梦想家了哦 加油 祝福你 好了 那选中这一组牌的朋友呢 是选项C的朋友哈 那第一张牌呢 是权杖八 第二张牌呢 是正义的逆位 第三张牌呢 是太阳的逆位 那这一组牌的朋友呢 其实你本身哦 是比较倾向于想要活得保守一些 跟活在计划之内 OK 比如说你的生活呢 是有规划好的 我这个礼拜一 礼拜二 礼拜三 分别要做些什么 甚至是几点钟 要做些什么 我一定要回到家 我要怎样怎样 准备什么东西 那么 你不喜欢惊喜 因为惊喜对你来说呢 会打乱了你的计划 又或者是有一些朋友呢 很喜欢即兴说 哎 我们喝完下午茶 我们去看一场电影吧 我们去唱KTV吧 等等之类的 其实你不喜欢这一些 那么 那么这种态度呢 没有说好 或者是说坏 因为你只是在确保 你想做的事情 可以在时间之内 可以完成 你希望更多的专注在自己的身上 只是呢 这样的做法呢 或多或少会影响到 你身边的人际 是如何去看待你这个人呢 他们可能会觉得 哎 你是不是过于保守啊 你是不是太过谨慎啦 缺乏灵活性啊 等等的哟 所以 你会 某程度上 你会担心 就是会有突发状况 发生的话 比如说你家人 会不会不小心跌倒啦 还是遇到什么意外 或者是生病啊 需要你突然间 放下你手上的事情 去照顾他们 等等之类的 这种意外 你很害怕意外的发生 因为那会 捣乱你本身的计划 你的个人做习的习惯 那么如果你想要做一些改变 你希望在人际关系里面呢 是多受欢迎一点的 你希望多增添你魅力的话呢 其实你可以就这一方面的个性 做一些调整的哟 我们都说嘛 经常说的嘛 计划赶不上变化 会打岔到我们日常生活的事情呢 是一定会发生的 意外总是会发生的 意外不一定是坏的嘛 可能是好的事情 OK 或者是让你意想不到的事情 这些我们都算是意外 这种事情呢 一定会发生的 所以呢 我们必须先调整 我们自己的心态 就是说 打开你的胸怀 OK 无论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你都尝试去做 并且勇于接受 你甚至可以享受在那件事情里面 说不定这件事情可以教会你某些事情 然后开阔你自己的眼界 让你学到了一些东西 让你在接下来所做的计划 或者是所过的生活之中 更加有灵感 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人生面貌 OK 打开自己的胸怀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哦 当然我们说人生要有规划 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这是真的好的 只是你的计划之中 可以容许有稍微改变的一些弹性 这个是很重要的哦 所以如果你的朋友 下一次即兴邀约你去某某的聚会 你觉得跟你的价值观 其实没有相左的话 而你时间又够充裕的话 其实那你就去参加看看吧 说不定会有一些意外的收获呢 加油 祝福你 好了 选中这一组牌的朋友呢 是选项第一的朋友哈 首先第一张牌呢 是这个宝剑五的逆位 第二张牌呢 是圣杯五 而第三张牌呢 是圣杯一的逆位 这一组牌的朋友呢 其实你过去可能有一些不愉快的人际相处经验 或者是情感上你曾经受过一些比较严重的伤害 那么你现在呢 容易在跟别人相处的时候呢 会有一种保护机制 就是当别人的观点可能跟你相左的时候 又或者对方希望你做些什么事情来达成他们的愿望 对你的期待等等的时候呢 你会马上起到这个保护机制哦 马上就硬起来了 那个翅膀 就是会立刻提出你意见相反的一些论点 比如说你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啊 你会马上像机关枪那样 提出很多对这件事情你自己的论点 甚至不惜去跟对方来一场争辩 辩论 希望对方是听从你的观点 希望他是顺从你的意愿等等之类的 所以你在人际方面呢 比较容易固执己见 跟与对方起冲突起言辞上的这个争执 那么有的时候呢 虽然你是赢了这一场辩论赛 但是呢 却会面临所谓的输了一场友谊 或者是失去了别人对你的尊重等等之类的 而这种局面呢 这种结果呢 又会扣回去 让你联想到你之前人际关系的不和 或者是情感上被伤害的这种经历 所以 你下一次呢 又会更加的保护你自己 结果呢 就继续跟别人争辩 然后呢 又会让你联想到之前的这个伤害 这是一种恶性循环来的 而且会越加越深 让你不断的 就像踩在泥鳞里面 不断的越陷越深 如果要将你拉起来的话呢 还真的是需要很强很强的蛮力 甚至需要很久的时间呢 这样子呢 可能会让你的人际关系呢 越来越受影响 甚至是比较难再交到新朋友了 所以 如果你希望你的人际关系顺遂一点 希望用一些方法去改进自己啊 或者是增添自己的魅力的话呢 有两件很重要的事情 首先你必须面对跟正视自己过去一些不良的经历 OK 这些经历可能是在爱情方面 或者友情还是亲情等等之类的 他们曾经闹到不愉快 或者是你被伤害了 让你有一些跟人之间 希望可以保持距离 但是又非常渴望对方可以尊重你 在乎你等等这样的心态 你必须去面对它 因为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 我们没有办法再去改变的了 它已经烙印在你的人生之中 这是一个事实 我们需要去面对 去接受 然后将它放下 OK 这是一个蛮难的过程 我相信是的 每个人或多或少 都有自己需要去面对 去接受跟放下的这个过程 因为你要知道 你不去放下它 你不去接受 不去面对 不去放下它 你的包袱会越来越重 而且你这种包袱会伤害到 你现在身边无辜的人 同时也伤害着你自己 你的人生没有办法前进 你的岁数会长 但是没有成长 OK 这一方面 第一点是你需要去面对的 然后第二点呢 你必须认知到 就是这个世界上千千万万 很多种人 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观点 OK 我们要学会的呢 就是去尊重跟自己不一样的人 只有你懂得去尊重别人 去欣赏他的不同 说不定你可以去了解一下 为什么他会这么想呢 你以好奇的心态 去了解一下对方说这句话 背后的动机 他的想法来源是什么样呢 说不定 这就代表了你突然间读了一本故事书 你就把它当娱乐嘛 当故事书那样看不就好了吗 为什么要试试较真呢 对不对 学会尊重跟欣赏跟自己不同的人 那么你渐渐的就会发现 别人也同样的会尊重跟欣赏你 好吗 我希望你可以真的 别让自己包袱太重 是时候该往前走了 好吗 加油 祝福你 哈喽 这一期的这个如何增添你的魅力呢 就给各位分享到这里了 希望刚刚的分享呢 对你来说是有帮助的 如果你有什么塔罗上的这个主题 是希望阿笨帮你讲解的话 欢迎留言在影片下方的 而如果你对于星众或者塔罗 还是很感兴趣的话 欢迎点击我的头像 或者是影片右下方的这个订阅按钮 点下去订阅我的频道 记得开启更新提醒小铃铛啦 那么我们下一期见 谢谢大家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